好 那麼接下來這一件 讓校長決定要搬離中和 那顯然應該是很恐怖了 其實我當時住的那個社區 其實是環境還不錯 因為我距離檢驗站 大概走路五分鐘就到了 方便 很方便嘛這樣 結果後來那一天的時候 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是早上 星期六我早上大概十點多 我為什麼那麼清楚 因為我中午的時候 有事情要出門 我那時候十點多的時候 本來打算就是說開門的時候 我樓下就是便利商店 我去買一杯冰美式 然後我就上來這樣子 結果我在街上門口的時候 先聽到有一聲 哇 那個聲音很大聲 然後就開始有一個男生 跟女生兩個在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很大聲 我以為是吵架 所以我想說 外面有人在吵架 我這個時候出去的話 我們哨子轟開 不然我們就衰 然後我就開始就撐了 大概半個小時 一聽到沒有聲音 我就打開 打開門的時候 我一看隔壁的鐵門半開 裡面還有第二道門 那個也是有點開的 可是那時候沒有覺得什麼東西 我就走出去 然後到樓下去之後 我去跟便利商店 去買了一杯冰美式 還有跟很可愛的電魚妹妹 亂打屁這樣子 屁了大概十多分鐘 結果我就上來 一上來的時候 電梯打開來之後一看 我就認住 兩個制服員警 兩個救護車的 救護人員的 穿著制服的兩個人 一共四個人 就站在電梯口那邊 一直望了我住的方向那邊看 我那時候馬上那個 有那個職業病就出來 我想 哇 是有人瓦斯外泄還是什麼嗎 這樣 我說 請問長官 我可以過去嗎 結果那個警察認了一下 他說 你住哪裡 我說就那個門打開 那個 我原本是有點開 後來之後 整個門是被打開了 這樣 我說我就在那個隔壁 警察 就在苦笑了一下 他講說 你確定你要過去嗎 我說 我要回去啊 因為我等於要出門 我讓我穿個短褲 我怎麼可能去工作 他說 那你就過去 記得 過去的時候 什麼都不要碰 那時候馬上就想 明安 然後就過去的時候 那個門就稍微開到 更開了一點的時候 我就看到 因為隔壁那個是套房 我就看那個床鋪 距離那個門 大概是約莫 大概兩公尺 三公尺的那個套房 有一個門 有一個頭啊 黑長頭髮是背對的這樣 我一看那樣 看起來躺在那邊 我想糟糕了 明安 我也沒想太多 然後我就 進去之後 就把門弄一弄 我就出來 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聞到一股味道 那時候 狗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到兩個月 沒洗澡 很濃的那個狗燒味 我想 我應該聞到是絲臭味 怎麼可能是狗燒味呢 真的是那個很重的狗燒味 後來之後我就想 沒關係 反正會有人處理 當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回來 回來的時候 那個門已經被閉起來了 然後警方拉起了封鎖線 黃色的那個 就貼在輪口那邊這樣 我想那應該遺體都處理完了 什麼事情應該都OK了 沒事 我就這樣進去 進去的時候呢 我突然間肚子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跑去廁所 比如說 我住的這個地方 跟隔壁那個 就一牆之隔 我在廁所這樣這樣子 蹲的時候呢 我就這樣子本來在那邊看手機 玩得真開心的時候 就突然間聽到我那個牆壁 就這樣 我想 不會吧 房東回來了嗎 還用派人進去打掃還怎麼樣 為什麼會敲到這個樣子 我沒有想你太多 這樣子 後來之後 我就再走回到我的客廳去 然後打開我的電視有沒有 也是跟著這樣一搶 那個位置都同一個位置 我在看電視 這個時候就這樣 這個絕對是人在敲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什麼 裡面什麼有管線 然後呢 叮叮咚咚那個聲音 因為那個是不規則的那個頻率 然後我想 糗了 應該有狀況 這樣 然後我就開著打電視給我一個朋友 那我朋友他去修行 我就跟他講這個事 我朋友就跟他講 你儘管就不要睡那邊 你就去住飯店 好 就去住飯店 住飯店 這是第一天 第二天的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想看你沒什麼事啊 OK的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 要去上班了 穿衣服換衣服 然後就出門 出門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七點多回來的時候 我就 衣服之後 我就去了那個什麼 那個 我的那個床上 趴著在那邊玩我的手機 玩手機的時候呢 我記得是八點三十六分 因為那個手機上面 有那個時間 八點三十六分的時候 這個時候突然間 我右耳朵在那邊 被吹了一口氣 呼了一聲 然後我就聽到我的名字 笑成 我整個人就彈起來 這五眼馬上 啪了 我直接可以彈起來 男生和女生 女生的聲音 女生的聲音 我整個就彈起來 一彈起來之後我想 糗了 纏上了 然後我就再打電給我那個 休息的朋友 他跟著講 他應該纏上 你再去睡旅館 我就沒辦法說 第二天晚上我就去睡旅館 然後睡旅館 大概十點多的時候 我在看電視 躺在床上看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個小腿 左右同時 就像被人家用那個什麼 那個很尖的指甲 硬戳下去 那個小腿肚的位置 我整個痛到 整個跳起來 我想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結果後來之後 我在打電話給我那個朋友 那個休息人 他跟我講說 他感覺 他感應看看好了 他感應看好了 他說 你現在在旅館 他說我在旅館 那為什麼他 我感應到他居然距離你有沒有 不到五公尺 他也在旅館 我說發生什麼事 我根本連這個人 我老實說 我真的 我一家根本沒有印象 我見過他 姓什麼叫什麼 男的女的 當時完全都不知道 後來我朋友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我說 你旁邊那個 往生那個是不是 那個朋友是不是長頭髮瘦瘦 我說我不曉得 我沒見過 後來我想糗了 好吧 我說那我現在怎麼辦 結果那個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去跟那個 馬上說沒關係 你先暫時先睡個晚上 明天我們再想辦法 我就再睡 一點多的時候 我被吵起來 因為都被吵起來的原因 是因為 我在旅館 浴室沒有關 可是我聽到很大的水聲音 嘩嘩嘩那個聲音 我想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 有點睡點心鬆了 我就進了浴室一看 浴室的水龍頭是用搬的 你搬開了它才有水 盥洗台上的水龍頭被打開來 然後呢 那個 Shower的那個 那個也被打開來 他在洗澡 我沒有夢遊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個女的在洗澡 我通常說心裡面 很多圈圈叉叉 三十斤的你知道 然後我在想 惹我幹嘛 我當時甚至有沒有對空發飆 那個第三天的時候 我想不行 我得找一個應該比較厲害一點 這樣 結果後來之後 我再找我甘妹 我甘妹她也是修行 她還有陰陽 她就跟我講說 我幫你 看看到底什麼狀況 結果她就跟我講說 是不是一個女生 我說我不曉得是不是女生 她說瘦瘦的長透 怎麼兩個人講得一模一樣 真的有點毛了這樣 我想說你怎麼都講得一模一樣 結果我那個甘妹跟我講說 她現在就在我面前了 很不爽人家看著我 然後問我為什麼要去干擾她 有事要找我 後來我 後來我妹說你這樣不行 晚上出來 我出去的時候我去永和找她 她就隨手她包包裡面 一個佛牌 泰國佛牌就掛到脖子上 一掛完之後她就講說 這個是她從泰國的 確定是個師父 不是在外面買的那種的 打造的那個東西 放在你身上 因為她有請示過 願意跟著我 然後我就這樣掛 掛了說好 看我這幾天心情很不好 她就講說 我們去喝點酒 就喝個啤酒這樣可以 後來之後我乾杯 在跟我喝酒期間的時候 我突然間看到我乾杯 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害怕 她就這樣喝完之後 她跟我講 欸哥 我這樣回頭不頭看了一下 她就突然間把它包包裡面 拿了鹽巴跟米 從頭上撒下去 我說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當時叫我的時候 回頭一看的時候 我的人是兩個臉 不是我一個 是兩個臉這樣 她想 這個家伙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連那個佛牌都鎮不住 怎麼可能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妹後來也不太行 後來行人之後 我也沒責 在那一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時候人會很奇怪 那時候第五天了 第四天 就很詭異 我早上十點多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她就跟我講說 你最近還好嗎 我說還好啊 我說最近可能不太好 最近可能被RPAB殘傷 她就跟我講 那我來把你處理 我說你有什麼辦法處理 因為她剛從泰國回來 她在泰國經商 她就從泰國那邊 所以就找了一個 就是曾經幫過她的師父 她就帶她來台灣玩 只是來旅遊而已 她就跟我講說 說不定我這個師父可以幫你 我就去 去了之後 到她公司去之後 結果那個泰國師父 看了我笑一笑 然後透過翻譯 就講說 你的隔壁鄰居 是不是一個長頭髮的女孩子 很瘦 三個人講得一模一樣 我就真的說 我說對對對 是是 我說你怎麼知道 這樣她師父說 她就在門口 她就在門口 就在門口 她不敢進來 在那門口 她後來講說這樣好了 我來做一個法會 我來功德回向給她 希望她能夠就是 超度 就是沒辦法 她如果沒辦法超度 她說只能讓她 不要再來燒樓 這樣 我就只好隔天有沒有 就第五天了 她跟我講 早上11點鐘的時候 叫我到我朋友公司去 因為她把那個法會會場都佈置好 我10點20分的時候就開始拔 而且跟我講說 我要出發錢 要先跟對方講 我就想拿兩個十塊錢 來拔 我從10點20分 拔到10點50分 拔到我脾氣都爬起來 怎麼樣子都沒辦法過 因為到10點50分 過的時候 我就很不耐反過來 好啊 你就跟我走吧 就這樣 然後我就走了 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點埋怨 我就跟那個師傅講說 我從10點20分 拔到10點50分 怎麼拔那麼久 結果那個泰國師傅就笑了一下 他跟我講說 人家是女生 他出門要打扮 你在急什麼 然後我就要終於抖了 他說 你有一點莫名其妙 你好歹尊重一下 人家是女生 我終於聽懂 後來就在那邊 坐了兩個小時 把會之後 終於就把它給處理掉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